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我还没有贡献票房的情况下 现在战狼的票房已经是突破了40亿 已经引起了好莱坞的关注 你看看在这个8月10号的时候 美国福布斯双周刊就报道 说战狼2已经成为了单一地区票房第三高的影片 仅次于20世纪福克斯影业公司的阿凡达 和华特迪士尼公司的星球大战7 原力觉醒 可以说真的是非常给我们花语影片增光 今天晚上通过要立刻去看起来 那究竟新的一周谁登上头条呢 搞个大新闻 朋友 还在为暑期闹剧荒而忧愁吗 还在为舔屏受限而忧愁吗 别慌别慌 有我大优酷独播的古装青春传习剧 其实令人明月新已经来了 该剧极其敌力热巴 张彬彬 李泰 流畅四张王牌 在严控的评判体系里 那绝对是导演给瓜友致命的温柔 至于剧情方面 这次玩的可不是霸道总裁爱上我的万能套路 而是极其血仇 爱情 虐恋 黑化 宫斗 狗袋 让硬齐霸道总裁爱上我 没错 初晨绝艳的奇女子丽姬 让嬴政 荆轲 韩申三人为之倾倒 而迪丽热巴和张彬彬之间的渊源 绝对是三生三世 在漂亮的李慧珍中 她是林一幕 她是李慧珍 即使男方对女方产生好感 但两人中间始终隔着男主 在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中 她是白浅的前男友 义军离境 她是白浅的大侄女 青秋凤九 虽说曾在昆仑须的山洞前偶遇 但不好意思哈 导演没有安排感情戏份 此次在秦始令人明月心中 两人终于突破万人阻挡 光明正大的发唐了 一个是霸道痴情的帝王 一个是美艳动人的侠女 两个人一相逢 那简直就是一部秦始皇的武士度会 不管对方喜不喜欢自己 先收入囊中再说 第二招呢 当然是发动霸道又深情的情话攻击了 现在你应该明白 寡人不会要你的命 寡人要的是你 无理营众时时刻刻对敌方进行疯狂洗脑 如果言语的霸道没有效果 那就全部转换成行动力 强行搂腰 强行扑倒 强行把对方抱入怀里 只有我 才是你唯一的王 哎呀 看到这儿 姐都想浑穿力机 感受帝王的关怀了 接下来 非战斗人员请迅速聚拢 一同欣赏嬴政的七十二吻戒 出其不意的偷吻 不情不厌的强吻 突如其来的红枣吻 心甘情愿的甜吻 两人吻到根本停不下来 看完这些 是不是觉得选择都疯了呢 想尝到更多热巴掌 冰冰亲手发放的糖吗 想造还有哪些撩妹技能 等待升级吗 准时锁定我大优酷 琴时丽人明月心 只此一家独播哟 优酷黄金会员 每周日至周二24点 还可以抢先看两集呢 还等什么 跟着姐一起追剧 互保护气呀 接下来是娱乐圈 已经如此艰难 我却偏要拆成的放点盲料 红红火火 恍恍惚惚 昨日战狼2内地累计票房 超过45亿人民币 四海八方发来贺电 厉害了我的精 剧中女主Rachel的扮演者 卢静山也因仗义救场 瞬间走红 卢静山自爆 自己天不怕地不怕 就怕吴静让自己拖 她有一天晚上就打电话给我 她就说 Selena 要你帮忙帮忙 然后她说我想邀请你来当我的女一号 我就问了她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要拖的吗 哈哈 她说不用 啊 ok 第二个问题就是 因为她都知道 当时我妈妈就是病了 我说你知道我妈妈病了 如果我拍拍摄的时候 有两天假期可以回香港吗 她说一定的 呦呦呦呦 二位私下关系很铁呦 金哥 姐仿佛感觉 男姐的脱衣板已备好 等你去跪 不过金哥为战狼2弄得一身伤的 估计男姐也下不去手 填水很危险 我们在美国拍电影 呃 也不会拍这样的镜头 为什么 因为真的太危险了 呃 一镜到底 然后毕七这么多分钟 呃 要打 你不是就是下水就 对啊 他还要打 然后呃 还要就是绑着几公斤的 呃 对 下去 然后 哇 很冷 水 水温度很冷 对 呃 不只是他 还有Sam Hargrave 就是我们的动作导演 出来的时候 全都是 就是皮肤都发紫了 然后嘴唇都发紫了 好辛苦 天道酬勤 战狼2 我们等你创造新的期间 上对天 下对地 没事对空气 各种的怼 欢迎来怼 如今 战狼2的大火 让无精密号变58亿 截至目前 战狼2的票房已突破45亿 成功击身全球 Top100的票房影片榜 打破了好莱坞电影 对该榜的垄断 普天同庆 然而票房是后天努力 性格却是先天使然 早前 无精的名气 还远不及真子丹时 外界有关二人不合的传闻 就甚嚣尘上 而真子丹一句 武术冠军满街都是 不是所有人都能成为功夫巨型 更让外界猜测 这是剑指无精 对此 当时名气一般的无精毫不避讳 在媒体的追问下 漂亮的回怼了暗讽一说 武术冠军 对我来讲 是国家曾经对我的一个承认 这个也是我曾经为国家做的一番贡献 这是另外一个牌照 是一种肯定 起码肯定了就是 我曾经在13亿的人民之中 我曾经拿到过唯一的一个冠军 也有武术冠军能够得到国际巨星的位置 像我是个李连杰 但没有得过冠军的人 也曾经得到了国际巨星的称号 像成龙大哥 至于针对不针对的问题 这个我想 如果要针对的话 我想针三大哥私下会跟我们去沟通一下 他会有什么 因为大家都是拍功夫片的 这个市场那么大 我觉得好像他应该不会针对我吧 不得不说 吴京的双伤简直比老高还高 回应的既大气又不是风度 不过在这儿 姐还是要心疼我吴京三秒 先是冯小刚的假炮轰 接着又被假回应针子丹 谢谢你当初的看不起 难道人红就必定是非多吗 看热闹的都不嫌事大 早年传出 想由范冰冰主演的王昭君 却临时被杨幂替换 所以两人关系总被说得实好实坏 近日有网友特意扒出 当年杨幂饰演王昭君时的采访 杨幂甚至讽刺冰冰 没有他有灵气 你们感受一下 之前听说过那个范冰冰 有可能来接这部戏 那你觉得自己和他比的话 优劣的方面是什么呢 他的戏真的是越演越好 然后而且是长得也那么漂亮 你觉得自己和他比 有没有优势 优势姐就是年轻吧 还有我有灵气 虽然评论各说各话 但姐觉得这不明显搞事情吗 那个时候人家还是小秘密呢 刚进入北电军训就被拉来拍戏 说的已经够圆滑了 其实杨幂虽然是大一的学生 还没学呢 进校了 还连军训都没有就给拽了 更何况一半爷当时的level 更不爽的应该是电视台批的 那个照片才这样 要是这也算讽刺 那杨幂还挤兑刘亦菲了呢 跟那个刘亦菲也是合作嘛 对 那你们俩都是那个 现在国内的新生战女性 那你对她评价是怎么样的 我觉得她虽然年纪比我小 但是她做得很成功 至少比我好 现在就目前而止 她做得比我好 我觉得在这方面来说 她是我的一个前辈 需要我学习 她很多方面 像我们拍摄神教下里的时候 其实条件非常辛苦 她很累 我觉得她很多东西 都是值得我学习的 但是你跟她相比 肯定也会有数据的优点嘛 可以谈一谈啊 我的优点呢 可能就在于 可能经验没有她那么的娴熟 相当于 也就是说 就是反过来说 我会演戏的时候 我会有一些更加本色的东西 因为我还没有学过表演 冬爽不仅不下热搜 而且档期也是接连不断 最近爽妹子先生某偏长 当天是一个类似农家院的场景 那你 这是加盟乡村爱情啊 天气炎热 直接小爽拿出了自己的避暑神器 咦 难道是热得没招了 向老天起雨吗 不知道手机那边是谁发了信息 爽妹子竟不由自主的 民嘴微笑 开拍信号发出后 拿手当作望远镜的小爽 开始扭着身子 四处打探 看来男主要出现了 登登登登 罗进登场 看到不是赵四流能 姐也就放心了 不过罗进不是在美国 跟唐燕拍摄归去来的吗 没想到她这次 又要和爽妹子组CPA 第二场戏 已经换好 苦素休闲运动装的郑爽 向着正在认真与导演对戏的 罗进走去 这场戏中 罗进可是有作忌的 她开着拉货的大卡车 与爽妹子偶遇 又被拉回相册爱情的既视感 最终爽妹子坐在副驾驶 扬长而去 我的妈 这可能就是 中国版王子与公主 从此过上幸福生活的画面了 好心好意 送前男友的新婚礼物 却被说低俗 蔡依林听了 也想去打人 8月10号 上海市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 审批文件表示 因歌词内容低俗 禁止蔡依林的 Play or Pay 在9月3号的上演上演唱 围观群众一脸懵圈 人家都发行这么多年了 脑回路太长了吧 根据资料显示 我配发行于 2014年11月15号 恰逢周杰伦正式公开 与昆林恋情 虽说有挂有调侃 词曲是哲林公开回应这 但词曲价值不可小觑 哲林凭借这首歌 荣获欧州MTV音乐大奖提名 也获妈妈音乐大奖 最佳亚洲艺人奖 郭九剑 还能这样捕刀的 生命在于运动 生活源于挑战 昨天极限男人帮与吴美 迎来了三亚之行的后转 当晚一行人分出胜负后 相聚沙滩玩起了狼人沙 本以为能在此游戏中 大战拳脚的神算子黄磊 万万没想到 在首轮就直接躺枪 不过木有关系 游戏一开始 很傻很天真的罗志祥 此次却接棒神算子 化身智慧珠 竟然精准地猜对了 每一个狼人的身份 姚诚在乎的就是 怎么倒了 这是一般人不会去在乎的 反正你心里有贼的人 才会去在乎这件事情 先发自人 但也是 从你一开始 当磊哥的搭档 你来骗我们说 你跟他吵架了 我觉得你会想 一起演到后面 证明你自己很会演 然后第三个呢 导演很快说 平民出来 速度时间很快 所以一定是在我这里 可见 刚刚我听到电话 有人说孙宏雷是真的 因为真相只有一个 然而杀人游戏中 智商在线的罗志祥 在随后的物资争夺战中 又秒变大忽悠 竟然侧板了张欣逸 背叛潜伏组合 你的物资大不大 蛮大的 不可能 因为还有人比你更大 这样会 那我那个物资就不害怕 就不算物资吗 怕 你先给你拍别人 不怕怕 螳螂捕蝉 黄雀在后 最终张欣逸还是惨遭 罗志祥毒手 我前面已经对你很好 这还行 你这还行 没有害我们 我们这是正常的 我拍了姚晨 不怕的 不怕的 我拍打游了 不 你想的也对 把我们拍了以后 然后你再积蓄力量 然后再杀回去 没有 不是那类东西 我觉得我做判主 感觉特别不好 太过分了 小心袁红找你们算账 而在最终的PK环节 阎王凭借手中无限的道具 可谓神党杀神 佛党杀佛 一路高歌猛进 起得黄渤都想咬人 把秋天卷赶走 我不管 秋天卷有病 但尽管如此 阎王还是中了王洛丹一剑 最终随红雷能否扳回一局 问顶冠军 快快锁定 在我大优酷热播的 极限挑战第三季 更多精彩 每周二在我大优酷 独家播出的超次元偶像 本周迎来了收官之作 眼看收官 福利再次加码 十位boss的亮相 就意味着给新人们更多的资源 新人们虽尽全力争取boss们的满意 但是越先入无数的余政 并不是轻易所能被打动的 各位老师好 我是剃斗马斯超 我是李希子 我是一个将来会变得非常优秀的艺人 文能斗 搞综艺 武能出门演大戏 不要被我的文弱外表欺骗 因为我的内心 住着一个热情的歧视 谢谢 我觉得 这个没有什么可打动的 没有什么可打动的 很普通的 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实话实说 挺糟糕的 挺糟糕的 超次元的新人们情急之下 也不得不拿出排练 已久的毕业大戏来加分 开始哭泣 该怎么办 我的心 感到不安 该怎么办 第一次哭泣 我的孩子 看着台下的 何炅热泪盈眶 就知道新人们的表演 已经深深打动观众了 不过 对于十位新人们来说 首次表演话剧 紧张也是可以理解的 梁静康就因为紧张 在表演过程中 有了小小失误 你想让我接受 你抢走我的妻子 她已经不爱你了 那是因为你 就算我没有出现 也根本拯救不了 不了你们的婚姻 好在后来的表现 弥补了小失误 每位新人都获得理想的资源 这就是人们口中的完美爱情吧 在极限挑战当中 有三傻 有三惊 但如果说整个节目里 有一个情商担当的话 那必须是黄渤老师 无论来的是什么样的嘉宾 黄渤老师都会把他 照顾得非常周到 特别是在之前的节目当中 因为林志玲 跟这个黄渤是老搭档了 特别是他们有在 这个水中的一个环节 然后黄渤从始至终 都把目光注意到林志玲的脸上 或者是林志玲的旁边 或者是其他人的身上 总之绝对不会去偷瞄这个女星的 比如说胸部啊之类的 比较吸睛的地方 于是也让网友们盛赞说 真的是非常的有风度 而且又一次展示了黄渤的情商高 所以今天我们的娃娃 Oh my God 就要一起来说一说黄渤老师 那些这个情商非常高的经典瞬间 春风得意情商高 嘴甜耐死人人夸 要幽姐说 喜欢看极挑能有100个理由 但高情商的黄渤绝对能排进前三 作为极限挑战中的头脑担当 黄渤总能化险为宜 还能照顾everybody的节奏 充分体现了 聪明也可以很性感 今天幽姐就来扒一扒 黄渤在极限挑战中 到底有哪些高情商的表现 他的腕 目不直视 身是眼 在之前的几条中 黄渤叔叔搭档林志玲时的身是眼 再次收割无数观众的心 刷屏微博热搜榜 要说这个身是眼 是种魔肺思练 又姐长话短说 原来 职灵姐姐和黄渤的有一项任务 是在水里靠子太太尼克号中 Jack Rose 飘在海中央的经典片段 林志玲饰演的Rose 必须趴在泳池的浮板上 而黄渤饰演的Jack 则是在水中 往中间 右腿往前 对 智灵姐姐这套泳衣 的确是容易走光啊 蓝额 看看我李伯哥是怎么做的 I love you Jack Rose 我想跟你一起 做点 细节诗 在林志玲正前方的黄渤 事先是一直避开眼前林志玲 即使两人在对戏时 他也是往旁边看 果然是细节兼人品呢 他的拓 以牙还牙板专拍 不离伯哥的高情商 可不是最近的事 早在几条第一季的时候 就能看见伯哥身上 深不见底的情商 丽江穿越的那集里 黄渤化身成技工 走在丽江街头 寻找任务 要幽姐说 这套行头 跟黄渤毫不违和呢 走着走着 伯哥突然发现了个神奇的事 原来是路人拿着手机 对穿越而来的黄渤一通乱拍 于是 物理机之伯 就换了个方式 以牙还牙 我们那个朝代见面都是 坐一 行礼 现在这个朝代很奇怪 看看 要不然拿一块板放在这 要不然就是 哇 好怪啊 如香随俗 到了这个朝代 就行这个朝代的礼 这真的不是小心 我拿板专拍你的节奏吗 不过 伯哥拿起板专学路人的方式 是不是跟他演的喜剧一个样呢 幽默中带着讽刺 讽刺里头又有那么多的无奈 五十亿影帝 请收下幽姐的膝盖 PART 3 调动情商解事迹难题 从古至今 已婚男人怕什么 当然是婆媳关系的头号事迹难题 在第二季中 青岛游泳舰将黄渤 能手捞鲍鱼 不害怕老婆提出 你妈和我掉水里 先救谁的问题 还能调动全身情商细菌 化解房产证上 写谁名字的 难难难难题 黄渤一进任屋屋 就感受到了屋内凝重的气氛 只见自己的妈妈和老婆 坐在桌子两端 一场婆媳大战就要开打咯 你拿来的吧 来 拿给我 不 给我 原来这老婆和老妈 都要在房产证上 加上自己的名字 黄渤只好调动全身的情商细胞 开始了忽悠 这出差回来 你这没看见 现在是什么了 知道没 那你知道了 儿子现在高升了 也就是这个房子 根本已经不是个事了 怎么不是啊 马上又买了 又买了一套 忽悠 接着忽悠 段位高的老妈和老婆 并不吃这套 郭哥只好大打感情牌 先从媳妇下手 我呀 从小 是娘把我剪过来 剪过来 我还得了场大力 清了全家的财产 为我治治的病 中间又让人被拐了去了 全世界各地过去找我 终于把我又找回来了 变卖了所有的价钱 咱家以前哪是这么大的屋 咱家以前三层楼的小洋楼 就剩这么一路屋了 你说到今天咱应该这么做 憋 你觉得呢 继续憋 眼见老妈和老婆都是软硬不吃 伯哥怒死房板 终于让婆媳安静下来了 撕得好 再次讲解 好吧 从今天开始又有新剧可以追了 那就是在我们大优酷独播的 秦时历人明月新 那当中呢 也是汇集到了迪丽热巴和张彬彬 两位非常当红的年轻演员 颜值演技颇在线 那与此同时呢 这个我们也特别采访到了迪丽热巴 按理说每次采访之后 肯定各位记者就要赶紧的写稿 发稿是不是 但这次不一样 这个采访完了之后 大家赶紧相约去吃了新香菜 究竟怎么回事呢 来看下一条片子 优酷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迪丽热巴 是的 又说现如今已提到迪丽热巴 你会想到啥 传说中体重90斤的胖迪 45 哇 见到酸奶疙瘩 秒变食神的吃货迪 特别好吃有没有 还试着女神与女神经交织的心境小花 是的 这些都没有错 要知道 即将在我大优酷独播的古装剧 《勤势力人明月心》中 在女神也是挑战了 从青春少女到霸气女王的转换 而相比这剧情 想必众粉丝定是跟俺一样 更关心女神自身 之前就听其他演员小伙伴说 咱胖迪的开工箱装备齐全 那还等啥 还不赶紧跟我们透露一下 这里面究竟有啥宝贝 分夏天和冬天吧 夏天小风扇 然后那个驱蚊水 还有就是 还有什么呢 还有那个 那个解暑的那个药 对 然后冬天就是暖宝宝 然后暖手带 和后面 啊 不对啊 我说小迪妹子 您吃货的属性 现如今已经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了 好搭档张冰冰 就曾爆料您的淘宝购买力 这开工箱里没吃的 骗谁呢 还不赶紧如实招来 不定时的去买 就看到什么想吃的 或者正好无聊了 然后翻翻手机 然后就一看 正好有推荐 然后相关推荐有一大堆 然后就想说 买了盾合算 还能省点运分 然后就买了 然后有一个临时箱 然后另外一开工箱放一些生活用品之类的 然后就会被提醒 就会被我的助理提醒说 已经很多了 所以都已经装不下了 听听 可见您这耿直劲也发挥出来了 咱全娱乐就不跟您来虚拔了 真心话60秒还等啥 几时开始 哎呀妈呀 第45度 有的时候是平行的 导演说 这个稳吧 然后说 要不要试一下 就是把头转过来 或者怎么样的时候 我们就 有点尴尬就 我自己就平时就特别爱玩 然后特爱逗小孩 就感觉要饿的吃掉一头牛的时候 其实也只能吃一碗饭 就有一些特定时期 前段时间是个温化饼 吃在前段时间是个薯片 然后又是巧克力 就这种 嗯 伸手药 就是给大家发点好吃的 但他们不觉得好吃 就比如说像酸奶疙瘩 我自己觉得还挺好吃的 我厨艺我能做大盘鸡 炒米粉 呃 大牛肉饭 肉酱意大利面 还有拉面和炸饭 听听听听 咱胖迪的吃货属性 暴露无遗了吧 怎么样 想想戏中热霸的霸气 再看看戏外这耿直的小吃货 如此接地气的女神 是不是也令你相当心水呢 好了 今天节目就是这样 明天早晨的八点钟 全娱乐早八点 在这里和你不见不散 又是新的一周咯 祝各位一周好心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